台北市在2011年将要课征豪宅税 以评数最大的这个台北市地保来算 一年就要多缴35万的房屋税 其他的豪宅呢平均是要多缴3万元 但是房众业者这不会影响到买气 反而认为好像是有政府的这个认证和背书一样 房价预估可以上涨两成 也带动标签效应 住在这样的豪宅 未来要课征豪宅税了 平均一年得多缴3到6万的房屋税 走在信义计划区豪宅比比皆是 为了打压高涨的房价 台北市打算拿有钱人开刀 调整房屋税 但问题是豪宅不是人人买得起 但买得起豪宅肯定缴得起豪宅税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对啊 因为都有钱买豪宅了 应该就是跟那个税对他们讲 应该是还要好吧 光豪宅一个月的管理费就要3到5万 一年多缺3到6万的房屋税真的没什么 顶多少买一个名牌包 况且有政府背书 等于拿到豪宅证书 预估房价可能涨两成 也意外掀起标签效应 有拿到豪宅证书的 跟没拿到豪宅证书的这个标的啊 那在客户的指名度啊 或者是说屋主的这个价格认知上面 会不会有所影响 我想这次有待观察 被点名要课豪宅税的 台北市就有269栋 政府增加了税收 但对豪宅人恐怕是不痛不痒 反而炒高房价 不错 来热